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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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早上 啊 宣傳車 還不是一台 啊 這麼多候選人 就圍著你家怎麼樣在那邊轉啊 哇 那個擴音喇叭啊 吵死人了 有本事喔 就你候選的 你自己喔 站在那個宣傳車上 你用喇叭一直喊 喊一兩個小時 我還說你有點誠意 我還可以忍受一下 不是 放那個D 那個CD啊有沒有 卡帶 用機器 在那邊阿唸啊 宣傳啊怎樣怎樣啊 各位觀眾 現在是什麼時代 製造噪音啊 也是破壞環境的怎麼樣 也是破壞環境的怎麼樣 一種 而且是怎麼樣 最直接的 除非是籠子 聽不到沒關係啊 你在家裡面 你知道那個吵得半死啊 我覺得喔 台灣的這個民主 真的還學不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尊重 啊 選舉只要我當選最重要啊 對不對 吵到你那啊 那剛好而已啊 然後那個旗海 插得亂七八糟 我真的很看不起喔 我們國內的這些選舉 真的很沒有水準 你想想看 一個候選人 他心裡面不會去想到說 這個宣傳車 一大早這麼吵 吵到別人的安寧啊 有的時候 下午 人家在睡午覺也是一樣 我都跟我的朋友講 你聽 誰的宣傳車最多 最吵的 那個人 你就絕對不要投給他 為了些人 因為這樣的人 不懂得尊重別人嘛 自私自利啊 你還指望這種人 將來會為民喉舌 所以我今天測標我就寫啊 這種製造噪音又沒有誠意啊 花點錢請個宣傳車嘛 就結束啦 他自己需要很辛苦嗎 不需要 你說那個 哇 走在路上一個一個握手 那個沒問題 為什麼 很有誠意 很辛苦 到處插滿旗幟 破壞環境 對不對 然後宣傳車 那個喇叭開得很大聲 你知道嗎 那不叫噪音 叫什麼 你要選舉 別人怎麼樣 別人也要選舉 是不是啊 所以我希望我們國內 真的進步一點 以後選舉 不要再看到這一些啊 然後政見啊 我覺得那個辯論會也少來啦 以前李遠哲講過嘛 政見是不需要實現的啊 沒有關係啊 博士耶 李遠哲耶 所以他教他的小孩子應該也是說 這個很多事情啊 你寫了計畫之後 不用實現沒關係 我從來不去看什麼候選人什麼辯論會 因為我覺得那個都沒有意義 用講的誰不會講啊 講很容易啊 對不對 做不做得到 啊 我們的馬總統 他去參加演講比賽 我看其他人都準備拿第二名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名一定是他嘛 很會講啊 兩次當選的敢言 各位記不記得啊 哇 講得熱血沸騰啊 我們要怎麼做 怎麼做 怎麼做啊 做到最後剩9%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 不需要 我常常講喔 為什麼美國 他們喔 國力喔 如此強大 很簡單嘛 你這個政府 做得不好 就滾下來 換另外一個 黨來執政 共和民主 共和一直換 這個是邏輯 各位聽得懂吧 你做不好 你就滾下來 我管你是什麼黨 那有人就擔心啊 那在野黨更爛啊 不要這樣子想 這不對 你就是他做不好他就下來 所以變得怎麼樣 他日後他會擔心嘛 所以他會怎麼樣 盡量努力做好 那這樣子就叫做良性的怎麼樣 循環 你看我們國內還有什麼 含淚投票 莫名其妙 神經病啊 沒有民主素養 也沒有這方面的常識跟知識 才會有這種什麼含淚投票的口號 不需要 做不好就叫他下來 換人做不好再下來 老百姓也就只有選票嘛 對不對 像那個宣傳車 老人親夢的啊 下午也是人家睡午覺啊 工作很累啊 拼命在那邊吵的 你聽是誰嘛 就打開窗戶看是誰 不要投給他嘛 以後誰還敢怎麼樣 開著宣傳車到處製造噪音啊 那個旗子亂叉叉叉的 滿天飛的 就不要投給他啊 沒有水準嘛 對不對 這樣子才會進步 很多東西它不是怎麼樣 一天兩天三天就可以改好的 它需要時間 它需要整體老百姓的怎麼樣 智商啊 跟水準啊 這樣各位了解意思吧 好 那老船長你這個節目是政論性節目嗎 講的雖然有道理 都不對啊 你是財經節目啊 沒有錯 我們可以從 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啊 去投射到台北股市 因為我 測標寫的這個 我認為是 他們很糟糕的事嘛 要不要改 要啊 那你在股票市場 你做股票 你覺得啦 有沒有什麼惡習 要改 這個是喔 追高 殺低 貪婪 恐懼 全都包了 散戶全包 你叫他改他改不改 很難對不對 要慢慢改 就像國內的這些選舉 這些肉席啊 這麼多年了 我跟你講 要靠老百姓整體的環保意識抬頭 你看有些地方 你看 我們現在行天公喔 去拜拜喔 雙手核食 不拿香 什麼觀念 環保觀念 以前的人怎麼會接受 哇 絕對跟你拼命啊 現在的人 在台北市可以接受 因為覺得那個香 會破壞環境 你不相信 你現在到台北市 行天公去拜拜 你看看 是不是沒有在用香拜 我個人覺得啊 我們去拜佛 拜神明 新陳喔 是最重要的 那不然就比誰有錢嘛 對不對 我買十捆香來拜嘛 你以為神就會保佑你啊 那他就不叫神了 他就叫神經病 對不對 宗教是心靈的怎麼樣 一個寄託嘛 所以心是怎麼樣 最重要的 行事 不需要怎麼樣 太過於 像有些人 啊你這個喔 應該要怎麼拜喔 才行 好像是神明喔 交代他的 你看很多那個什麼 算命的喔 最莫名其妙 啊這次選舉啊 假設今天 11月29號 明天啊 放榜出來誰當選 你看那個算命的有沒有 電視記者就訪問他 啊我早就跟你說過喔 這個人為什麼會當選喔 你看他們家的祖 這個祖墳啊 怎樣怎樣 啊那個會落選的 是怎樣 我跟你講那個都金光檔 啊 金光檔就是 就是那種人 你先講啊 選錢都躲起來 對不對 那這種現象會存在一個社會 就代表這個社會 明智未開 明智未開啊 我相信世界上有神佛 但是我個人不迷信 這樣各位聽得懂吧 那你做股票也是啊 你手上一堆股票 算一算有幾十檔 我還有遇過那種三百多檔 各位觀眾你們覺得 這樣的人做股票會賺錢嗎 不可能嘛 但是他會不會改 不會啊 台北股市有沒有亮 沒有 你不要以為啊 漲了個怎麼樣 一百幾十點 蛤 成交量還是怎麼樣 八百多億 老船長 真的像你講的 不管怎麼弄 都沒有亮 所以你在那邊一直換股操作 沒有用 今天漲的是什麼 聯發科 請問你有沒有 沒有 台積電 沒有 紅海 沒有 這都是法人在做的股票 你做得贏法人嗎 啊 聯發科 你去買的話 你應該是殺在哪裡 殺在這裡啊 結果今天怎麼樣 拉起來 莫名其妙 誰的傑作 這一定是外資嘛 你做不贏他們的 這股票是他們在玩的 以現在的大環境來講 沒有成交量 你就要聽老船長的 把你過去的那些肉席改掉 你才會進步啊 就像我測標寫的這些啊 這都是選舉的一個怎麼樣 很不應該的現象 製造噪音啊 全民應該要抵制啊 我今天講這個話 我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人 你不相信啊 你過了若干年後 你回頭看一看 當年老船長就有講過 他果然是怎麼樣 看事情喔 都是看在未來的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做股票 你要如何怎麼樣 看未來 下半段節目 我仔細來教你 你好好的聽 導播 進廣告 響應全民節電行動 哇 夏日青山 清涼就像汽水 清涼就像微風 簡單穿著冷氣調高 留著青山菜 不怕屬性消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破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零二二三八九 八六八九 零二二三八九 八六八九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零二二三八九 八六八九 二三八九 八六八九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記聽 請用去聽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鵨排清理窗 專利負了是倒塊 學密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股也是擔用 要做小股票 這個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充滿著智慧 大股票是外資法人 各位做不贏他們的 不要傻 因為他要買要賣之前 不會打電話跟你說 我們要進場 或者是說 我們要出場 不會 對吧 那小股票 有這麼多檔 你應該要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怎麼做選擇 那不然有好幾百檔 隨便亂買嗎 你知道有些股票 你這個時間買是對的 另外一個時間買就是錯的喔 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 問題是 哪一個時間點買 才是關鍵 那各位剛好怎麼樣 搞不清楚 你不相信我現在就直接問喔 各位認為現在買小股票 應該買什麼樣的小股票 才是對的 這個是老船長 我跟你講 買那個怎麼樣 哇現在怎麼樣 再高檔的 那再高檔的 要用更多的成交量來推升它 對不對 那升多周少 台北股市就這一點點成交量啊 機會不大 對吧 再加上主力喔 他也很了解 等一下他去拉 鼓掌怎麼樣 難民啊 取高何寡 我看老船長你會的這個成語都用上了 我就只會這兩個怎麼樣 那我現在就 延續我這一陣子以來的一個理論 小股票 是各位該做的 尤其是這一波很多小股票莫名其妙 然後稀哩花啦怎麼樣 屁靈屁靠 暴跌下來 各位都是沙袋最低點 沒錯喔 那你有資金的人 你不要去管那個沙袋最低點 那個250你不要去管它 好不好 他們天生就是來股市貢獻的 追高殺低 我現在的節目是講給口袋裡面有錢的人聽的 好不好 你口袋裡面有錢 你現在就要找尋這一種 經過暴跌之後 但是有一個關鍵的 我有請你們寫在怎麼樣 臉上 不要洗臉 在這個暴跌的過程中 突然間有一根巨量 不是爆大量 是爆巨量 然後這個股票 就真的怎麼樣 收紅K 止跌了 我現在再問你 這樣的股票有幾百檔 經過我先幫各位第一步的篩選 請問剩下的多不多 老船長 可能就不多了 那爆完巨量之後呢 收長紅棒先拉一段上來 這是第二個條件 你不要爆完巨量之後就在那邊不動啦 不行啦 要先拉一段上來 快速怎麼樣 反彈 這第二個條件 請問符合的剩下幾檔 那老船長更少了 反彈一段上來之後 不能夠直接上去 因為在這個暴跌的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散戶不斷地加碼攤平 加碼攤平 你要反彈上來的時候會遭遇到這一波怎麼樣 套牢的散戶 所以你必須橫向整理 是誰 是誰 是這一波去加碼攤平的人 叫他們乖乖的在橫向怎麼樣 把股票賣出來 聽得懂嗎 好 這是第三個要件 請問一下台北股市還有幾檔 答案越來越明顯 那老船長你剛才訂的這三個條件 真的有邏輯性合理嗎 各位觀眾想想看 一個股票這樣子崩跌下來 一根藏紅棒巨量 請問是誰接的 這第一個要件嘛 當然是主力大股東 難道是你接的啊 那是你賣的 認不認同 老船長百分之百認同 絕對是 absolutely 當然是of course 好啦 第一個要件嘛 那這個主力大股東接完之後 他要表態啊 要先拉一段啊 合不合理 當然是他拉的嘛 因為他們這邊買最多嘛 合理耶 那我剛剛講這一段 沿路加碼攤平的散戶 需不需要把他們洗出來 你認為需不需要 需要啊 老船長 所以要橫向 讓這些人怎麼樣 賣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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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就維持這個 這個高度 聽得懂嗎 當這個 橫向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把這些籌碼都 洗乾淨之後 然後怎麼樣 開始往上拉 欸 老船長 你講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你可能是在講天方夜譚啊 哪有這種股票 當然有啊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莫名其妙 稀哗哗啦 叮嚀啪亮 有沒有 有 有沒有爆巨量喔 這最大量爆巨量喔 這絕對不是散戶買的嘛 對不對 主力大股東 然後怎麼樣 收長紅棒 拉一段上來 有沒有看到 然後在這邊買的散戶 全部都套牢 沿路加碼攤平 一定要讓他們怎麼樣 賣在這邊 注意看 賣在這裡 你們這些人 全部賣在這裡 因為有些人 他還沒有賣在這裡 還沒有完全洗乾淨 所以這邊再做 橫向的整理 洗盤的動作 當這邊的散戶 被洗得差不多的時候 自然會怎麼樣噴出 你聽得懂嗎 你要去注意台北股市 像類似這樣的股票 那如果這個地方 各位都認同 一定是大股東主力的話 那這支股票 100%一定會噴出去 除非 我先講 除非這裡是散戶買的 你如果要認為這裡是散戶買的 做一個檢視 蛤 什麼樣的股票 有機會狂飆大漲 你必須要去卡位 但是這個不是用猜的 你要怎麼樣 要懂得去分辨 我今天免費教你 你還不會做的話 那你要怪誰 對不對 我又不是那些爆牌師 每天爆牌叫你去拿 叫你去死 對不對 主管機關也不管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們把自己管好 我們自己做的證 不要去管別人 什麼選 是不是選舉行情 那個你都不要管 你今天把我的話聽進去了 未來狂飆大漲的時候 你會感謝我 對吧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只有晶片護照 享有140國籍地區 免簽帳或落地簽帳的好看喔 晶片護照有多重防偽設計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辦護照 一定要本人親自申請 還可以網路預約申辦喔 如果護照遺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報案 出國前 記得檢查護照效期 要超過六個月喔 晶片護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詳細內容請上網搜尋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許他庭護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知情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頭痛 請用五分珠去聽 請用五分珠 請用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 白友 歡迎光臨 這是 這是MIT微笑標章的 菱形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標章 產業別圖騰 驗證機構 還有標章編碼 小小的吊牌上 有這麼多清楚的資訊 如果不放心 還可上網查詢 都掛保證了 那我來挑什麼呢 挑款式極顏色啊 任命 這麼多的MIT 安全健康 值得信賴